继续我们看第二部分天然生理的内容 这个句子承接上面那个句子 但是呢前面是讲说啊 那么人们认为说他只是浪费时间跟金钱而已 好但是呢 He simply simply是指示他只不过怎样 Den就是他们 这个Den就是指前面讲的那些人们 他就是不理会他们 然后呢keep就持续的walking on the soil 持续的在这一块土地上 soy就是泥土土壤 在这一块土壤上持续的在工作 keep加ing就一直持续一直保持的意思 然后并且呢planting trees在那边种树 在那边种树 所以呢这里有三个句子 你看and连接一句 这里又and连接一句 那这个句子呢是连接这个 keep walking and keep planting 好这个我们要了解连接词 它衔接的一个地方 有时候我们会搞乱掉 那么第四个空格要怎样 等下讲他浪费时间 这个金钱而已 他根本就不甩他们 对不对 他不甩 然后呢持续的在工作 持续的在种树 所以呢 第四个我们要选的是动词 因为主词在这边 动词在这边 现在选一个动词吧 这是这边都是动词 一二三四都是动词 我们选应该要选地 G比较对 G是ignore ignore是什么意思啊 忽视忽略 不理会 他就是不理会这些人 然后呢 一直在这个 这一块土地上工作 然后种植树木 The land was so zingang Let it have to be watered sever times a day 这是考一个so late 很棒的一个 表因果关系的复词子句 从late开始 就是表示结果的一个复词子句 他说啊 这个土地是那么的怎样 因为刚刚讲说 那是很多石头嘛 所以一定是很干燥嘛 荒地 所以我们这个答案 这个挖子 逼动词后面 要加的是形容词 所以形容词 这边有一个dry 很干燥 干燥 那块土地是那么的干燥 因此 so late 因此 it had to be watered 这个water 当名词用是水 当动词用 加ed 就是当动词用了 被浇水 has to be watered 因此 it 这块土地 had to be watered 必须 be watered 被浇水 浇水 几次 sever times a day 一天要浇好几次水 因为太干燥了 来 再来看 karens had to fetch the water from a source that was a kilometer away fetch had to是过去的必须 karens呢 必须要fetch fetch是取得 要取得这个水 fetch就是去拿水 又回来 来回这样子 这个取得这个水 从哪里取得 from a source 从一个来源 source就是水的来源 那里有水 他就从一个水的来源那边提水到他的荒地上 那这个来源 后面不清楚 那就补充了一个关系子具 来进一步说明 这个source 这个水的来源 是在哪里 后面是 that was a kilometer a kilometer就是一个公里远 而是脱离的意思 就是离他的荒地呢 有一个公里远的地方 他去那边拿一次水 要走一公里 回来又一公里 这个叫fetch the water 哇 那来回就要两公里 那一天要浇好几次水 你看来回就要好 这个应该要走十公里以上哦 再来我们看 继续 in the first two years 在最初的两年 这是一样 介细是片语 none of the trees none是什么都没有 这个 这些树呢 什么树 he planted he planted就是 他所种植出来的一个树 这里一样 省略了什么东西 省略了 关西代名词 which he planted 也就是说啊 他所种植的那些树 没有一树 前面两年 none就是一个都没有 一棵都没有 好 一棵都没有 怎样 现在要选动词 主词在none哦 所以后面要选的是动词 这个关西子就是来说明前面的树 他所种植的树 没有一棵是怎样 前面两年 没有一棵是动词 哪一个 应该这个比较合理 survive survive是什么意思 存活下来 他所种的树呢 前面两年 没有一棵活下来 虽然他天天都浇水 可是没有一棵存活都这个死光了 好吧 但是然而 好 然而他持续不断的 在第三年 好 然而 你看 前面前面 讲 这个没有一棵存活 前两年 到第三年 所以呢 正反面的意思 我们的转折语都会用however 然而在第三年的时候呢 好吧 这个大概奇迹 发生了 上天 怜悯他 那么辛苦 在种树 为了苍生 so the young trees started growing 有几棵 young tree 年轻的 年幼的 我们就讲说 幼苗 树的幼苗 因为started的开始格引 开始长出来了 好 这个树的幼苗 开始长出来了 这是在第三年的时候 再来看 下面一句 greatly 大大的 怎样 被 by the result 被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 有好几树 幼苗 长出来了 哎呀 这个结果太棒了 受到这个结果的 怎样 大大的 受到如何 当然就受到鼓励嘛 受到鼓舞嘛 对不对 好了 Corena呢 又planted的 又种植 more trees 种植 更多的树 并且 好 and he's man-made 他的人造的森林 他就 一直在种树 种越多的树 种越多的树 然后他的人造的森林 begin to take a shape 就开始 take a shape shape是形状 take a shape 就开始成型了 人造森林 就开始成型了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所以第七个空格 应该因为有被 有败 被怎样 所以我们要选的是被动 第七题 应该要选的答案是这个 incredge的 受到鼓励 受到鼓舞 greedly是大大的 相当的好 这个大大的受到 这个结果的鼓舞 所以呢 他又种植更多的树 然后他的人造森林 就开始成型了 第三年 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蛮辛苦的 好 这是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